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四强的半决赛的擂台上 看安保刘慧玥在身高上有明显的优势 但是拉斯多尔呢 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 也是在俄眉传奇的擂台上表现得非常 就是小龙山豆子枪的 那个日本非常有名的那个日本 还是相当灵活 懂得这个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 就是这个包子和安保刘慧玥之间的距离 因为在中远距离安保刘慧玥的这个腿法和 哇 这个二旗 二旗腿 直接踢到了拉斯多尔的脸 白钱到的这种踢法是吧 是吧 相当漂亮 我们再看一下回放 刚说到这个拉索尔要慢慢拉近距离啊 但是在拉近距离这个过程当中 吃了安保刘慧也一个 因为这个安保刘慧一次就一拳定烟了 刚才是拉就是一个身体前行的大幅度的论板 这一局将决定 谁将进入幻亚军的决定烟了 这一局将决定 谁将进入幻亚军的决定 这一局将决定 拉索尔很会利用安保刘慧出腿接腿之后 失去平衡这个时机啊 对 看刚才拉索尔一个飞深的一个动作 差点不飞出了这个拳台之外 双方连续追攻 双方打得实在太猛了 就看他们身体这种抖动的这个频率 推斥一次 不行了不行了 比赛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 这是一 所以刚才安保刘慧姐的这些腿 是典型的空手道的一个叫前处的一个腿 是这个跟泰拳或散打的边腿还有点不同 他的接触部位是用自己的脚尖部位 像针一样扎到对手的腹部 就一下就是差势的 拉索尔一下就决定胜负 拉索尔一下就决定胜负 拉索尔一下相当的难受 分场比赛 红方第三局 TKO获胜 恭喜红封胜 o 然后 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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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